以後在長輩的教導上面 我有一個對台灣的期待 沒有的話 那他相對在職場上也是一樣 非常的悲觀 所以他貢獻度也相對就比較不高了 因為你對工作沒有熱情的情況之下 其實大家所謂的績效可能就會出不來 也因此說 這個張忠謀曾經說 如果你對這個公司沒有勤奮 你何來勤奮之友 你沒有辦法勤奮的工作 所以從各我們看到說 張忠謀都很給的大方 這年終獎金的台積點一向 不手軟每年都加薪 但是相對其他幾個企業來說 保守許多 因為今年平均只有1.16個月 對 我們現在看一下 今年的各個產業的年終獎金 我們知道說每一年到這個時候 大家都是包括媒體 或是大家都很關注就是說 到底我今年可以領多少年終 那你知道去年的 整體經濟成長率是1.05% 那今年的話是比去年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禮拜五公布的話 預估可能保二也不太容易 不過就今年整體來說的話 今年的這個平均預估 大概是1.16個月 去年的話是1.11個月 只有差0.05個月 0.05個月是多少 是兩天的差異性 如果以現在目前 我們平均薪資是37,000來說的話 其實差額大概是在2500塊左右 我們來看說目前的整個業別來說的話 好像跟我們印象中不太一樣 我們先來看最後一名 最後一名居然是住宿餐飲服務業 大家覺得說不是去年聽到很多那種什麼餐廳 幾十個月 幾十個月怎麼會今年這麼低 事實上除了那些餐廳之外 一般大部分的都還滿低的 那第一名的話是這個金融投顧保險業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也覺得滿驚訝 因為有很多朋友在投顧業裡面工作 他們今年也是慘兮兮的 可能這個年終獎金也非常少 當然為什麼會這麼好 就是因為今年金融業跟保險業 其實表現非常好 所以使得整體拉高了上來 那電子服務業的話 大部分一般還是維持在兩個月 大部分公司都在兩個月左右 他們有保障這個 簽約都有簽約在這個裡面 那那個建築物業的話也是還不錯 1.25個月 那大眾傳播業也才一點多個月 事實上就大家來說的話 其實只有差一個月的 這個平均大概一個多月而已嘛 所以很多就根據統計 包括70%的人都想說 以前我們都是說領完年終才跳槽嘛 現在70%的人就說 乾脆我要跳槽 我就直接跳啦 我還等到領年終 沒有差那個月的錢 才差一個月而已 所以工作這麼多 這麼久這麼累 老闆還是只有給你一個月而已 剛剛看到這個營造業 1.25個月我要問一下旭蘭姐 如果說今年這個營建業領的都不錯 有人喊到10個月年終的 房仲今年的狀況如何 你們貴公司已經有消息出來了嗎 因為我們公司來講啦 其實差不多就比照去年啦 因為今年的景氣 大家也知道就是說 這溫溫的嘛 不是太猛也不是太弱啦 那再加上其實我們台灣房屋 在今年也拓展到海外了 海外的績效也都不錯 所以跟去年比較起來是差不多的 那剛剛提到說 為什麼營建這麼好 其實整體看起來啦 我們剛剛提到很多投資標的 譬如說金融產業有非常多股票啦 或基金啦 或者有其他有人去買金子 可是對於台灣人來說 有土司有財啊 還是會希望說擁有自己 不管是自用的用途 或者是呢 大家如果譬如說個人或法人想要做投資 還是覺得不動產長期持有 是比較有平穩成長的空間 所以對於擁有自己的房子 甚至有非常多人喜歡買預售 轉賣紅單來做一點點小小的投資 有人還是會覺得說 預售絕對是有空間的 而這些營建廠商呢 他們當初買來的是一大塊的宿地 那經過三五年之後呢 這些蓋成了預售屋了 本身土地價值都已經翻漲了 再加上他們用大量 他們大量的包括從建築啦 磚黃啦這等等的 都是統一的去採購 其實他們壓低了相對多的一個建築成本 但是他們會把他們期待的利潤加上去 所以做建商我覺得是一定賺 只是這個房子要去花多久 但是他們永遠不怕 等得越久呢 到時候房價地價 過利可能越高了 其實他們是不怕等的 所以這些建商其實本身的財力也夠雄厚 可以用這樣子大資本來用比較大的槓桿操作 賺比較多的錢 所以其實也不意外 觀眾朋友看到呢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在營建業 或者是金融業領的都不錯的同時也在想 自己的行業可不可以領多一點的年終 但是受到了景氣的影響 多少會有一點變化 其中只有一個例外 就是國營事業 虧了好幾百億還能領年終合理嗎 稍後回來 資產企業呢現在在看年終呢 到底可以領多少錢 大家都很叛氣的說怎麼今年縮水了 但是唯一一個業界不變的原則就是 看到了國營企業 年年在虧錢 但是年年都可以領兩到三個月 甚至以上的年終獎金 對我覺得像那個有一個閩南語的歌 叫金鮑銀 也可以適用在我們目前普遍的 這個小老百姓的心聲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當我們每次看到所謂的公務人員 國營事業的時候 我們大家每個都心生生 尤其是公務人員 最少現在目前就平均每一年都1.5個月 對不對 加上技巧獎金可能可以到2.5個月 你認為這樣子很了不起嗎 我告訴你 這些當公務員的有沒有 沒有去這個地方的話 這簡直叫虧大了你知道 所以我朋友就這樣子 就在一般的縣市政府去上班 他說當初我應該去國營事業才對 為什麼嗎 從這裡來看到 最高的可以發多少 就是漢翔 因為漢翔它本身有很多的 所謂的軍工業 這些軍工設備 雖然它造的不是什麼很高級的東西 但是因為它是個寡占事業 所以你就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它一個月的 它經典年有4.4個月 很多耶 當然看人家賺錢嘛 對不對 賺了12.48億元 所以還合理嘛 另外的話有沒有 到旁邊隔壁的那個鄰居有沒有 就有一點拉慘你知道 因為為什麼拉慘你知道 它全年虧了多少 虧了4.42億元 結果它連年還可以領3.6個月 自來水公司 有沒有很了不起 真的很了不起 害我都好想去這個地方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 你說了不起還沒什麼 是這最近有沒有 這兩年來有沒有 因為核四問題 包括整個那個成本預算問題 還有人貿部長問題 被人家K的最兇的台電 我們看一下台電的時候虧了多少呢 多了耶 616億 對 還說店家要漲喔 但是年終獎金照發耶 三個多月 論台灣所有的國營失業有沒有 虧最兇的有沒有 捨他其誰啊 他簡直是冠軍王 結果虧了600多億之後 沒想到年輕人可以領3.2個月 我現在決定有沒有 台水不去的 我現在去考台電 董事長要不要收容我 我也好想要有那3.6個月 另外就隔壁的中油 中油最近也被人家罵 為什麼 中油講說他那個金蓋的那種大樓有沒有 在我們戲劇就要去放養蚊子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本身有個策劃 就是說如果沒有輸到1000多瓶的話 他絕對不出 但是他怎麼樣整年在虧的話有沒有 他還有3.19個月可以領 另外台糖的話當然就是說 台糖的話這些外界購品是在哪裡 就是第一個 搬了去玉桃都是昏代植物 所以它在台灣是比較難度下的 種香草最大難度在育苗 在台灣稍有疏忽 抵禦不了炎熱就會哭死 陳專櫃和姐姐剛開始說要嘗試 沒人看好 自己要先試嘛 失敗的我自己來承擔 成功的才給大家分享 前後花了10年工 薰衣草 薄荷 還有對陽光與水耐受度 更焦滴滴的德國羊柑橘 在花蓮鳳林 這對姐妹花手中種成功 一開始是自己高興什麼就種什麼 然後現在比較有經濟效益 客戶需要什麼我們就會幫他種 客戶指定的香草 這堆一坨一坨看似雜草 包裝成香的原來是寶 是紙追花的根部作為保健之用 全世界保健職務除了銀杏以外 第二名的就是這個 還有化妝原料廠商指定 樹薇草 羊柑橘 提煉精油 外銷發火 成專櫃的花草園漸漸做出成績 鼓吹鄰近客家媽媽和阿波 一起加入 成立產銷斑 現在已經是香草綠所指很棒了 經驗越來越豐富 所以大家一起完成了 客家阿波的香草夢對不對 對 不要這樣就放那麼完善感 東漢台跟金燃 東漢台跟金燃 這是我們一直完成的 很難得的經驗 客家女性都是務農老手 做細工種香草 在田地外 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 香草拿來做百分百天然安心的聞香 也把香草結合客家啟拔 吃起來口感一流 還有淡淡清香 這個不是加香菇 這個是純粹檸檬 這樣加香菇它就這樣子了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天然的 所以也不能做太多存貨 就是說有人訂我們才做 包括麻吉都一樣 香草的應用廣 陳專櫃說自己還在不斷學習 希望讓香草成為鳳林客家庄 光驕傲的新意志 要在愛到香草萬聖雞 東漢的給金燃 要在愛到香草萬聖雞 東漢的給金燃 謝謝鍾瑜老師 光是木內信仰的教堂 終日虔誠的更新